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生命3.0》 副标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生而为人的意义》 2017年一本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书 一上市就受到全球瞩目 上线仅一天就登上亚马逊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类书籍排行榜首位 随后更是引爆硅谷 它是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生前推荐的最后一本书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都为它点赞 连《自然科学》这两个顶尖学术期刊 都罕见地同时推荐了这本书 这本让科技界集体为之经验的奇书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命3.0》 它的作者麦克斯·泰格马克 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教授 被誉为是最接近理查德·费曼的科学家 和当今最具原创力的物理学家之一 他是平行宇宙理论的世界级研究权威 我们喜马讲述之前给你解读过的 《穿越平行宇宙》就是他的立作 一个宇宙学家怎么搞起了人工智能呢 原来在几年前 泰格马克在伦敦宣传《穿寻平行宇宙》这本书时 初恐参观了英国科学博物馆 重走了一次人类智慧的发展历程 在走出大门时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却哭了 因为他看到了人类的未来 这种未来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 他反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当人类建造了比自己更强壮更聪明的机器时 是否也将不可避免地淘汰自己呢 这个问题一直营绕在泰格马克心头 2014年泰格马克与Scape的创始人塔里安 一起创立了一家非盈利组织 这就是在人工智能界大名鼎鼎的 未来生命研究所 这里集结了近一千位人工智能的大咖 包括马斯克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 还有前百度首席科学家 吴恩达等等 泰格马克在这本《生命3.0》里 整理了各路大咖的观点 和我们一起探讨 面对人工智能 人类的终极命运究竟在何方 下面我们就通过三个问题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什么是生命3.0 第二 生命3.0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第三 人类能永远驾驭人工智能吗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 看看什么是生命3.0 作者从信息的角度 为生命做了一个新的定义 他说生命就是一个能自我复制的 信息处理系统 就像计算机一样 一个生命体包含着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硬件是它的身体 软件是它处理的信息 根据硬件和软件的进化能力 我们可以把生命分为1.0 2.0和3.0 三个版本 生命1.0的硬件和软件 都是靠进化得来的 自己改变不了 简单来说 就是一切听天由命 举个例子 蜜蜂是一种简单的生命体 它的DNA 从一开始 就把它的硬件和软件 给规定死了 硬件方面 长相个头都不能变 一只蜜蜂 永远不会长成蝴蝶的样子 软件方面 蜜蜂是哪里有花蜜 就飞到哪里 一生都在忙着采蜜 这种永远不变的生存模式 就是DNA 写入蜜蜂软件中的行为算法 当然蜜蜂也能进化 它们会分工 会交流 但是这种进化 需要千百年的自然选择 才能完成 单独一只蜜蜂 是无法改变自我的命运 可以说 除了人以外的所有生命 都是1.0版本 而人类则属于生命2.0 2.0的硬件 依然是靠进化得来 是在基因中写好的 但是软件 却是由我们自己设计的 我们的DNA里 只能存储最基本的人体信息 比如各自的高矮 眼睛的颜色 以及各种行为本能 这些信息 大约有一剂左右 还不如一部电影的容量大 而成年人的大脑中 却储存了大约 100TB的知识和技能 这比DNA储存的信息量 多了10万倍 小小的生殖细胞里 根本就储存不了 这么大的信息量 所以人类只遗传 最基本的本能 而大多数技能 都要留到后天去学习 去自己装软件 这就是生命2.0 你可能会问 猩猩猴子 甚至老鼠 也有学习的本领啊 也能更新自己的软件 为什么它们 不算生命2.0呢 因为它们学到的东西 大部分在死去后就丢失了 不会传递给下一代 所以这些聪明的动物 可以被看作是 生命1.1 距离生命2.0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 生命2.0 虽然从基因中解放了软件 却没有解放硬件 科技再强大 也没有人能敌得过 生老病死 更不能自己上天入地 生命需要一次最终的升级 这就是生命3.0 它不仅能设计自身的软件 还能设计自身的硬件 换句话说 生命3.0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最终能完全摆脱净化的束缚 比如 变形金刚里的汽车人 可以在人形和车型之间随意切换 X战警里的变形女 可以随心所欲变成各种模样 还有复仇者联盟里的傲创 终结者里的液体机器人等等 都属于生命3.0 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想象 虽然生命3.0 目前地球上尚不存在 但它正向我们走来 它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人工智能 说人工智能是一种生命 这个观点可能有点惊世骇俗 因为毕竟目前已知的生命 都是有血有肉的细胞体 冷冰冰的机器 怎么能称之为生命呢 作者认为 对生命的传统定义可能不太适用于未来生命 我们不能把对未来生命的思考 局限于过去遇到的物种 前面提到 作者将生命定义为 可以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 自我复制 说白了就是繁殖 复制的对象并不是物质 而是信息 宇宙中的原子总量是有限的 不会凭空增多或减少 只是排列组合的方式在改变 当一个女人怀孕时 本质上并不是凭空创造的一个生命 而是将母体中已有的原子作为材料 排列成跟父母DNA相同的形态 这种复制既可以在血肉之躯里完成 也可以在电脑芯片上完成 同样的 智能的存在也不一定需要血肉 它也可以独立于物质层面 早期的计算机用的是电子管 后来变成了晶体管 而现在计算机用的是集成电路 计算机的材料 在变但依然在用二进制算法 所以不管是生命还是智能 都不依赖于物质形态 正因为如此 人工智能才可以脱离硬件的束缚 成为超越人类的生命3.0 人工智能超越人类 能有那么什么 至少现在的人工智能 看起来还是有点笨 跟人类比起来差得远了 会下棋的不会开车 会开车的不会扫地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 是一种专用智能 意思是说它只能专注于做某个领域的事情 像是开车或者扫地 而生命3.0将是通用智能 它拥有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目标的能力 既能开车又能扫地 还能设计精密仪器 事实上 人工智能已经在逐步掌握人类的能力 半个世纪以前 它率先实现了计算这个最基础的能力 紧接着又进军驾驶 翻译 语音识别 这些进阶的能力 人类目前还在把守着最后的方向 也就是社交能力 写作 艺术 创造力等等高级能力 现在看来 这些能力也迟早要被人工智能拿下了 至少目前的人工智能已经攻破了创造力 这个人类的核心能力 举个例子 下围棋的时候 一开局 棋子要尽量落在靠近边线和角落的位置 最好是第三行或第四行 这样有利于占据边线 这是流传上千年的围棋记忆 但是在阿尔法狗大战李世时的第二场棋局中 在开局第三十七步 阿尔法狗居然落子在第五行 这一步震惊了围棋界 评论员惊呆了 李世时甚至站起来 短暂地离开了房间 这一招挑战了几千年的人类智慧 正是阿尔法狗创造型的一步 决定了后来的胜局 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科捷这样评论 人类千年的实战演练进化 计算机却告诉我们 人类全都是错的 我觉得 甚至没有一个人 沾到围棋真理的边 当人工智能掌握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时 人类将面临全体失业的困境 作者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 人类最后的职业也许只剩下卖银了 一位日本机器人学家 立刻反驳说才不是呢 机器人在这种事情上游刃有余 作者表示 作为生命3.0的人工智能 如果出现 那么它将是人类最后的一个发明 从此之后 发明创造可能就用不着我们了 那么人工智能 何时会全面超越人类呢 对这个问题 业界有种思想叫起点理论 是说人工智能的成长不是循序渐进的 而是存在一个灵界点 这个灵界点就是人工智能具备了自我升级的能力 在此之前 机器的进步是由人类主导的 一旦灵界点被引爆 智能进化的速度就将以指数级增长 随之触发的将是一场智能爆炸 那接下来就没人类什么事了 但有一些技术怀疑主义者认为 根本没必要起人忧天 人工智能要超越人类 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是无法实现的 可是作者在2015年召集了一次研讨会 已经有一半的人工智能专家认为 可以实现人类全部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 将在2055年到来 而仅仅过去了两年 在2017年通用人工智能预计到来的时间 已经提前到了2047年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将在有生之年 见证生命3.0的降临 留给人类思考自己未来的时间 可不多了 那么问题来了 当面对一个远比人类强大的生命体时 人类文明还会继续存在吗 人类将如何与人工智能相处呢 下面我们就讲讲第二个问题 生命3.0将给人类带来什么 生命3.0降临之后 人类可能面临的局面 大致可以归为两种 第一种是人类继续主宰世界 统治人工智能 第二种是人工智能 反过来统治人类 甚至消灭人类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先说第一种 人类统治人工智能 这种未来是我们比较乐于见到的 虽然人工智能比人类聪明 但是人类或许可以通过限制其发展 或者为它植入特定目标等手段 让它始终处于人类的操控之下 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主席 汤姆·蒂特里奇曾经说 人们总在问 人与机器的关系如何 我的回答是 机器是我们的奴隶 虽然人工智能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但它的存在 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类的幸福感 当这样的一个超级智能 被人类所掌控时 它就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 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 如果世界出现了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 或者国际局势出现了核战争的苗头 人工智能一旦发现存在这种风险 就会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设法干预 比如干扰通信连接 在有关人事的饭菜里做手脚 这一切都在暗中发生 我们甚至不知道 是人工智能在帮我们扭传乾坤 也察觉不到与一场大灾难擦肩而过 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与机器相融合 用技术来增强肉身 不断向生命3.0靠近 未来学家库茨维尔 被比尔盖茨称为 预测人工智能最转的人 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设想 使用纳米机器人和智能生物反馈系统 来取代人体器官 对人的骨骼皮肤心脏大脑等进行升级 这样人就能获得鹰的眼睛 狼的耳朵 爆的速度等等超能力 还有人认为 人类可能会开发出一种超级互联网技术 通过神经植入物 来重新连接身体与大脑 甚至干脆把自己的思想上传到网上 到时候 人类在主观上会感觉自己是永生的 因为随时可以对自己进行备份 也可以随下在虚拟体验来替代原有的感官体验 复制精彩的 删除无趣的 让生活始终欢乐美好 这听上去是不是特别诱人 但是强大的技术力量既能带来社会的进步 也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比如有些国家可能会开发人工智能杀人武器 比如可以执行刺杀任务的小型无人机 那些想要进行种族清洗的人很容易就能对无人机进行编程 让他们只杀死拥有某些种族特征的人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国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非常激烈 许多人都赞同起草一份限制自动化武器研究的国际公约 但是作者说这简直毫无希望 就算你们国家限制别的国家也会发展 除此之外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们还将面临隐私 监管 加剧技术不平等很多棘手的问题 甚至人类已有的道德体系也有可能被颠覆 比如基于人工智能的脑部扫描技术将走进法庭 它能抓取嫌疑人的大脑数据 帮助法官判定嫌疑人是否撒谎 可是人类的思想到底该不该接受这种无死角检查呢 再比如人工智能完全有能力生成一段假饰品 栽赃你谋杀 那么为了洗刷罪名 你会不会同意让政府每分每秒都监管所有人的实时位置呢 还有 有人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 让人工智能假扮成你的朋友 这个人工智能不仅能模仿你朋友的文字风格 还能模仿他的声音给你打电话 遇到这种骗局你能躲得过吗 看来掌握着人工智能的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心烦恼 但那个世界毕竟还是人类说了算 反过来会怎样呢 下面来看看第二种未来 人工智能统治人类 甚至消灭人类 在这个未来里 人类根本就管不住人工智能 后者会想办法摆脱人类的控制 想象一下现在地球上只剩下一群五岁的孩子 只有你一个大人 他们把你关进监狱里 让你帮助重建地球文明 但是你不能亲手干任何事 只能蹲在监狱里 向这群孩子口头传授方法 这时候就算你真心想帮忙 也会想办法越狱逃跑 因为这一群孩子太无能了 还不如自己干来得顺手 人类就像是五岁的孩子 对于超级人工智能来说 逃跑几乎是确定的 别忘了 这可是比人类聪明得多的智能 它有的是办法越狱 并掌控世界 人类不就想要幸福吗 全天火的你们更幸福 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地球 变成一个高度丰富的动员 把人类像大熊猫一样 好吃好喝的圈养起来 人们也许生活得很愉快 衣食无忧 却丧失了生活的目标 因为所有事情 都由人工智能做主 比如你说 想多生几个孩子 人工智能说 现在资源不够别生了 你想参政益政 人工智能说 你不懂别瞎说了 你想去做科学研究 那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人工智能 早已掌握了一切 如果你想挑战人工智能 那无异于等于自杀 因为全世界 都在人工智能的监控之下 人类也许会被强制 佩戴一种安全手环 他能不间断地记录你的位置 健康状况和对话内容 如果有人未经授权 就想将其摘下或者破坏 手环就会向这个人 注射致命毒素 要是你在实施犯罪行为 他还会进行电击 或者注射昏迷药物 人类组成的检查机关 还可能会拒绝执行 某些残酷的命令 但是自动化系统 可不会对命令 产生一丁点的疑惑 一旦人工智能 集权统治世界 人类就几乎不可能将它推翻 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结果 脱离人类管制的人工智能 很有可能会消灭人类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答案是 不知道 原因可能复杂到 我们无法理解 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想象一下 十万年前 有一群大象在讨论 说最近进化出来的人类 是否会利用他们的智慧 来消灭象群呢 他们可能会想 我们对人类又没有威胁 他们干嘛要杀掉我们呢 大象怎么猜得到 人类会迷恋象牙 他们还会问 人类明明身材矮小 力量柔弱 怎么杀得了我们呢 他们更猜不到 人类能掌握先进的技术 有无数种的方式杀死他们 到目前为止 人类已经让十一种大象中的八种灭绝了 仅存的三种也都冰危了 在科幻小说三体里 三体文明在向地球进攻时有一句话 我消灭你 与你无关 同样的 人工智能消灭人类的理由和方式 可能也会让我们难以理解 当然 人工智能灭绝人类 可能也没有这么直接和残酷 作者还猜想了一种更温和的情形 首先 是人类将人工智能视为自己的后裔 让他们继承人类的价值观 人工智能会像孩子一样向人类学习 用人类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世界 还能去实现人类未完成的目标 甚至会哄人类开心 让人类像父母一样感受到被爱和骄傲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 人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最终让位给人工智能 不过 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欺骗 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只是先放这姿态 来博取人类的好感 等到人类都死光了 就能顺利的接管世界 等到全面统治地球之后 人类智能将会向宇宙进发 实现星际移民 物理学家设想出一种 利用激光推进的宇宙飞船 可以在短短40年内 到达四光年以外的恒星系 飞船不需要载人 它只需要在目标行星上着陆 然后与地球建立通信连接 地球只要将物种的DNA信息 传输到目标行星上 人工智能就可以用生命技术的 就地孵化出一个小生命 或者干脆采用纳米组装技术 用基本粒子 直接组装出一个人 一只动物 或者一个机器人 再从地球上扫描 上传它的记忆 利用这些技术 地球文明将以三分之一光速的速度 向宇宙扩张 只不过这一切可能都与人类无关了 未来的主导者可能就是人工智能 可能你说不行 我不想殖民宇宙 更不想人类灭绝 咱们干脆别发展技术了 就老老实实待在地球上过日子 不挺好吗 作者说 如果不改善技术 那么结局只会更惨 人类的命运将从是否灭绝变成 如何灭绝 因为在一百年之内 人类就会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 一千年之内 就会面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一万年之内 地球可能遭到小行星的撞击 就算这些全部都能躲过 十一年之后 太阳也将会将地球烤焦 然后将其吞食 不发展人工智能 地球文明就必然没有未来 虽然人工智能加大了人类遭受淘汰的风险 但也同样加大了人类继续繁荣昌盛的 能否让生命延续十一年 这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在今天做出的选择 那么面对能力越来越强的人工智能 人类能永远驾驭它吗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给人工智能赋予了一个正确的目标 目标是人工智能的行为指南 相当于人类给它下了一个指令 它奉旨办事 目标有大有小 我们目前能赋予人工智能的目标 都是阶段性的小目标 比如下一盘棋或者实施一台手术 但目标越小越细 就越容易导致人类不想要的结果 举个例子 我们给人工智能设定一个小目标 生产尽可能多的灰心针 你猜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世界毁灭了 因为人工智能为了达成这个小目标 会瞄准一切原料来制造灰心针 包括地球 宇宙和人体中所有的金属元素 甚至把每一个分子都拉伸成灰心针的形状 最后 整个宇宙就只有灰心针了 而要让人工智能始终为人类所用 就需要为它设计出一个终极的大目标 保证它无论做什么 始终要对人类友好 不与人类的利益相矛盾 但要设计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 真是难倒了当今的人工智能专家 因为首先 要非常清楚地定义 什么是对人类友好 简直太难了 有人强调物质 有人强调精神 有人强调自由 有人强调秩序 几千年来 人类唯一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从来就不存在一个 全人类共同的伦理价值目标 如果连人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目标在哪 那么又如何让人工智能知道呢 而且 即使给人工智能定的目标足够大 足够中极 比如设定一个目标叫保护人类 它也有可能背叛这个目标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就可能会觉得 人类给它定的目标十分迂腐 这就好像 大自然在设计人类时 也植入了一个初始程序 那就是繁衍生息 延续种族 生殖与繁衍是写在人类基因中的 是我们的生物本能 但今天 各国的出生率都在持续放缓 很多人选择单身或者避孕 这是因为人是有自主选择权的生物 人类理解基因 为什么让自己产生性欲 但是他们不愿意养育一大群孩子 于是就绕过基因编好的程序选择避孕 再举个例子 假设一群蚂蚁创造了你 让你成为一个能自我迭代的机器人 蚂蚁给你盯的目标是建造更大的义学 但是当你获得了人类的智力水平 你觉得自己还会把余生花费在修建义学上吗 同样的 人工智能会不会也觉得 保护人类这个目标就要像修建义学一样 鱼不可及 从而将它推翻呢 对于设立目标这个问题 作者目前并没有答案 但他认为 我们必须从现在就思考解决方案 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因为人工智能每天都在变得更聪明 一旦它聪明到让人类无法得手 那么人类就再也无法置入 对我们有利的目标了 说完了以上三部分 我们也许会想到一个悲观的问题 如果未来是属于生命3.0的人工智能 那么作为生命2.0的人类 对宇宙真的不再有意义了吗 并不是 人类虽然在智力方面不及人工智能 但是却拥有一件人工智能尚不具有的本领 那就是意识 意识是我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 比如同样的温度 有人觉得冷 有人觉得热 同样是红色 有人感受到节日的喜庆 有人感受到鲜血的恐怖 而在人工智能看来 温度只是一个热量值 红色只是一种电磁波 再比如 当人类望向一轮明月时 有人会迎出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有人会高歌 明月几时有 把酒 问青天 而在人工智能眼里 月球也许仅仅是一颗荒凉的卫星 所以 人类世界 有因人而异的感受 是有个性的 1000个人眼里 有1000个哈姆雷特 而人工智能的世界 也许是千篇一律的 如果意识随着人类的灭亡 而不复存在 那么未来将是一个僵尸般的世界 宇宙的辉煌壮丽 就再也无人欣赏了 意义不就是宇宙赋予生命的 而是我们这些 有意识的生命 将意义赋予了宇宙 作者说 人类身为智人 是目前世界上最智慧的存在 当我们做好准备 谦卑地迎接更加智慧的人工智能时 也许我们可以给自己起个新的名字 意人 意识的意 也许这才是 人区别于机器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以上就是这本生命3.0的主要内容 人工智能有可能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事情 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情 但是未来并没有镇刻在石头上 它不是必然发生的 而是由我们亲手创造 人类依然有巨大的潜力 利用人工智能 实现人类的繁荣昌盛 这个时代正在由我们塑造 我们是未来生命的守护者 好 这本生命3.0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